等啊等 终于等到确切消息了 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华阳吹发系统 目前已率先安装于康定级承德号上 预计一年底前试射海舰二导弹后 便会在承德号恢复战备后正式服役 届时 康定将摆脱火力不足的嘲讽 只是令人疑惑的是 中山科学院为什么要自主研发吹发系统 而不是去装与康定级同源的 法国防空与武器作战系统 难道如今台湾的舰船技术已经超越了法国吗 康定级或者说拉法业级 自1990年代服役以来 其舰舰的舰体隐身设计和不弱的防空火力 就存在巨大的差距 因此长期以来就备受网友的嘲讽 将其描述为船身先进 武力贫弱 或是只藏不打 为了扭转这一劣势 台湾海军就启动了大规模的 战斗系统性能提升计划 首舰完成升级的承德号 目前已换装了自研的华阳垂直发射系统 并将配备海舰2防空导弹 革命性地升级了康定级的防空战力 从仅能勉强自卫的点防御 迈向了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 现代化作战舰艇 但想要弄明白视频开头的提问 这一切倒从康定级改名前说起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 军舰隐身的设想 其实是受隐身飞机发展影响才出现的 1980年代初期 陆马公司完成了世界首款隐身战机 F-17夜鹰 当时美国海军一看 这么跨时代牛逼的武器 我们海军也要有 于是便一同委托洛马 进行军舰隐身的研究 最终洛马以F-17的研发经验 设计出了X-529海影号 从外观上看 它的外形就像是泡水的F-117 箭身平滑带棱角 有着非常小的雷达回波截面 然而这样的船只 没有足够的耐波性与实用性 所以它并没有真正服役 但海影号实验舰的出现 就像宇宙几点大爆发一样 给各大船厂迸发了不少设计灵感 原来传统军舰上的各种设备 包括栏杆 俯手 走道 救生艇 都是引发雷达额外反射的原因 如果降低军舰的雷达解面 最好将杂物妥实处理 并且简化军舰线条 虽然做到这一切 并无法让船舰在雷达上完全隐身 但至少可以大幅降低雷达回波 如使一艘3000吨的军舰 在雷达上变成与小型渔船差不多 从而达到欺骗敌军的效果 而法国的DCNS公司 也就是在这时设计出了 FL3000通用巡防舰 与同时期的军舰相比 拉法业级线条极度简单 不仅尽可能减少垂直面 与复杂外形 就连船尾也采用包裹式 而非铁架式 只在用尽最大努力 有效减少雷达反射量 拉法业级也就成为了 全球首款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 作战舰艇 而自拉法业级问世以来 现代大多数军舰 仍在遵循相同的隐身原则 可以说 拉法业级和F117一样 在世界武器史上 都具备划时代的地位 只是它的服役并不是一帆风顺 由于法国海军自身 仅下单五艘 无法平摊昂贵的研发费用 所以DCNS公司 只能向外求够订单 而此时的台湾 就成了DCNS公司争取的对象 都说熟人好办事 但比输的台湾和法国 却恰好不在此列 这就导致 在台湾海军购买时 也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甚至还引发了 其他额外案件 让人唏嘘 不过最终 还是引进了拉法业级 并将其改名为 康定级 引起初期 康定级剪接 且科幻感的外形 以及不错的反潜能力 得到不少好评 但它的武装 却相当薄弱 尤其是防空系统 只有四枚海丛树导弹 和一具舰身中间的 方针快炮 引发了不少的 迹象与争议 当然 这也不能全怪台湾海军 在拉法业级服役之初 其防空武装就没有跟上 仅安装了八枚 法国海相卫射导弹 其射程约15公里 虽然比康定级的四枚 海丛树导弹的 6到9公里射程 略好一些 但是 也仅能自保 难担防空大任 这是因为当时 法德核制的 自愿导弹还未完成 与之配套的垂直发射系统 也还没确定规格 这才造成了 康定级 无法应对 现代宝核式攻击 诟病原因之一 台湾海军一看 高价买回来一个花架子 这可不行 于是 痛定思痛的台湾海军 就决定对康定级 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升级 期间也曾询问过 法国方面的选择 毕竟纯旧技术而言 最合理的升级方案 当然是采用同源的 法国防空作战 与武器系统 但在看到法国海军 对自家拉法业级的 升级计划后 直接打消了这个念头 法国对拉法业级的升级 是相当保守 仅进行了 有限的现代化改装 如升级战斗管理系统 和加装升纳 并未计划 为其加装自愿导弹 和垂直发射系统 这种没有革命性升级的方案 台湾海军表示 我看不上 并不符合台湾海军 大幅提升放空能力的需求 于是台湾海军 便只能自行 另选升级方案 加上这个时候 同样采用FL3000舰体射击 另做发展的 新加坡海军可卫级 和沙塔拉伯海军的 利亚德级 各自安排了 更先进的 防空雷达与射控系统 也安装了 垂直发射系统和资源导弹 拥有远胜康定级的 防空战力 在此背景下 台湾海军最终决定 走上自主 整合研发的道路 这才有了后续 海舰2 华阳等武器系统的出现 为康定级性能的 大提升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 火力军会以 承德号升级为例 看看其性能的变化 作为康定级性能提升案的 首搜舰 承德号的改装核心 围绕着一整套 全新的防空作战系统 其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彻底解决 防空短板 首档其冲的 便是换装新的 防空导弹 毕竟海杰树防空系统 说白了 就是将陆军的 杰树导弹发射器 搬到军舰上来用 该系统最初是越南时期 美国V2线 非作战舰船 准备的应急装备 到最后 美军都不用了 全世界恐怕 只有台湾在用海杰树 就性能而言 海杰树已经过时 康定级安装的海杰树 无法与舰艇本身的 作战指挥系统相连 想要使用海杰树 需要战情势 将舰艇雷达 所测得的数据 以无限点的方式 口头传达 给海杰树 发射架内部的射手 之后 由射手来完成 一系列的瞄准 设计动作 火力军只能说 非常离谱 一艘20世纪 90年代的隐身巡防舰 对空防御 还需要依靠舰员 钻到发射架里 手动操作 而且操作复杂 也就算了 海杰树导弹的性能 也不好 其衍生于 AM9D空空导弹 20世纪 80年代以前 就已经落伍 巡标器的灵敏度 不足以应付 现代反舰飞弹的威胁 那台湾用谁 顶替了它呢 很明显 就是自研的 海杰2防空导弹 此为天舰2 空空导弹的舰载版本 同样由 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 两者最大的区别 在于海杰2的尾部 增射一节 具有燃气多的 助生火箭 使海杰2 能充分适应 垂直或倾斜发射 此外 注意海杰2 还使用了折叠式弹翼 节省所需的 发射管空间 增加了单位体积内 被弹的数量 在性能上 海杰2重184公斤 飞行速度2.4马赫 增加助推火线后 其射程是路线2的2倍 达到了30公里 同时采用 中途矿性导印 加数据链更新 与终端主动雷达导印 具备全天候 多目标接战能力 笔直海从数导弹 射程与性能 均有天壤之别 当然 海杰2最牛弹的技术 并非这些传统性能的提升 而是用上了 向量控制技术 一般垂直发射导弹 在升空后 都会先爬升至数百米高空 等累积到足够的速度 使导弹控制一面 发生作用时 才会转向目标方位 但在面临高速 略海反舰导弹时 传统的垂直发射方式 根本来不及拦截来袭导弹 为此 许多新型垂发 短程舰载防空导弹 如以色列的闪电 法国的云母 欧洲紫苑 以及美国的海马雀党 都采用向量控制 或侧向喷嘴等技术 也就是在弹体后端 增加一段 具有向量推力喷嘴 或侧向喷嘴的 固态火箭推进器 使导弹在射出后 立刻转向目标方位 以节省宝贵的反应时间 海舰二也采用了相同的措施 在尾部增设一段 具有燃气多的助生火箭 在帮助导弹升空 并完成转向后就抛弃 如此 就不用把导弹本身 续航发动机的燃料 浪费在升空转向阶段 从而延惩有效射程 因此 海舰二从研发之初 就能同时适应 垂直或倾斜发射 那为什么康定级 最后选择了垂发呢 垂发的优势 在于无需转动发射架 就能全方位 应对来自任何方向的威胁 大幅缩短了反应时间 并能应对 多目标饱和攻击 而本次康定级 升级方案里的重重之重 便是华阳垂直发射系统 其由中神科学研究院 自主研发 被安装于 原海松树导弹所在的臂炮位 可装填32枚海舰二 出地改变了过去康定级 火力不足 反应速度慢的窘境 但让台湾海军 定下垂发的原因 还不止于此 用康定级垂直海舰二导弹 最大的问题 可能就是弹体的尺寸 虽然康定级的臂炮位 预留了安装垂直发射器的空间 但其高度 是配合长度较短的 法国谢尔福A43 垂直发射器的 深度只有5.4米 自愿15防空导弹 弹体长仅2.6米 即便加上主推器 也才4.2米 完全够用 但到了海舰二 这个大高个身上 完全不够用 要知道 偏电二型的长度 就已经高达3.6米 海舰二还要在此基础上 加一节固态火箭 因此想垂直发射海舰二 其所需的发射器深度 势必超过A43 或MK41 最短的自卫型版本 如不加修改 安装于康定级的臂炮位 势必突出甲板渗躲 届时不仅影响作业 隐身性能也将不复存在 其实关于如何发射 台湾海军内容层 经过激烈讨论 先后整出了 倾斜发射器方案 垂直发射方案 以及整合型倾斜架方案 像斜射版的海舰二 按照台湾海军的计划 会先装备于 驼江双体导弹攻击舰 后续舰 以及洪运计划 两栖船屋运输舰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给火力军留言 届时会专门出一期相关视频 而康定级最终选定垂发 除了垂发的优势外 更重要的是 美国在关键时刻 助力了一把 关于锤发 中山科学研究院 在2014年 就已研制完成了 热发射垂直发射系统 包括发展出 发射器底部所需 能承受十次导弹发动机点火时 高热高压燃气的 防火隔热材质 但对于发射系统的排验道 以及万一导弹点火后 无法升空而留在发射管内 持续燃烧时的安全措施 中科院一直无法说服台湾海军 导致华阳专案的射计 遭到隔制 后来配合发展新一代训练作战系统 以及配套海工3 海坚2防空导弹时 美国通过商售管道 向台湾出售了MK41 垂直发射系统 及其技术转移 当时台湾海军 将其命名为海浪转案 在此过程中 中山科学研究院 充分掌握了 垂发系统的排验 与消防系统技术 然后开始对先前 华洋转案的垂直发射系统 进行改良 最终成功在2020年 完成海坚2的陆地测试研证 包括与向列雷达整合成功 另外 作为技术指导的法国厂商 也同意提供部分技术 来修改华洋垂直发射系统 一方面便与舰上的 法制作战系统整合 一方面是为了 规避中山科学研究院 向美国引进的MK41 垂直发射器的知识产权 最后把法国抛弃 最终 在法方完成技术修改后 华洋垂发系统 成功于2023年8月23日 在高雄号测试舰上 之后的事大家想必也都了解 华洋垂直发射系统 会陆续配位在台湾海军 新一代巡防舰 新造大型舰艇 以及现役升级舰船上 有了向荣海线2 与海工3的华洋垂发系统 中山科学研究院 再也不用从美国引进MK41了 有了防空导弹 有了垂直发射系统 康宁吉第三个升级重点 就放在了雷达系统上 据悉 在升级案中 康宁吉换装了 英国BAE系统公司的 Type 997型3D对空搜索雷达 就性能来说 Type 997雷达并不差 根据公开情报来看 BAE公司曾对外表示 997型雷达可以同时追踪 超过900个目标 即使是速度达到3马赫 大小与高尔夫球类似的目标 也能有效追踪 这就意味着 超音速反舰导弹更是不在话下 不过997雷达 并不追求尖端技术与昂贵零件 台湾之所以选择这款雷达 是看中了其极致的性价比 997雷达使用的 都是已经成熟的技术 可简单换装 以提升旧型船舰的探测能力 或者给新型中低成本监听使用 在欧洲海军那边 地位相当于SMART-S雷达 能更快速更精准地掌握 空中与海面目标动态 从而有效导引海舰2进行接战 除了997雷达 还有消息称 翻墓上印有泰勒斯标签的巨型零件 也已经送至成德号工程码头 很可能是拖野生呢 接下来的升级 火力军将持续关注 而据最新消息显示 成德号的升级案 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 完成试射后 即可恢复战备 届时康定级巡防舰 将从过去防空能力薄弱的 二线舰艇 蜕变为具备中程 区域防空能力的主力战舰 其不仅能有效自卫 更能为整个舰队提供防空保护伞 另外 台湾海军还计划 以每年一艘的速度 陆续完成 其余五艘同级舰的升级工程 届时 台湾海军将拥有 不一样的军事力量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到成德号升级完成的消息 您看到后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好的 各位观众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T恤 不仅超有态度 还堪称性价比之王 首先 它超级轻 拿在手上轻飘飘 穿上身更是零孵蛋 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 其次 灭料巨透气 就像会呼吸一样 就算在外面跑一天 也能保持干爽 彻底告别 粘密感 最关键的是 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 仅需很少的钱 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 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 闭着眼入都不亏 多买几件换着穿 也毫无压力 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这种宝藏 替叙手慢无 赶紧去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